去到最後一節向左旺的節目時間 這一節暫時都想說一件事 我想這件事都會繼續繼續 講到其實很多人都會知道 隨著無論是七一遊行 或者六二三可能因為政府要通過這個政改方案 亦都可能有部分人士被動員包圍立法會等等 當然其實你會見到 無論是政府甚至是警方 對這些正常和和平理性的示威或者集會 採取一個高度緊張的態度 甚至有一些報導的傳聞就是 警方會用大量的警力 去到保護立法會 又或者甚至會引用上次反高鐵的經驗 就是怕那些尊貴的議員 尊貴的官員受到示威人士的騷擾 甚至襲擊 於是就要施以這麼大的警力 去營造一個緊張的氣氛 很簡單 任何的國家機器 包括警察在內的嚴陣以待 或者強陣以待 第一個造成的氛圍就是恐怖 不論是參與者覺得恐怖 就是參與一個活動 看到那麼多警察覺得恐懼 或者是其他人在旁邊覺得恐懼 這個在某個程度上 就叫做公安條例裏面的 所謂的破壞安寧 其實我定義的 就是一個合理的人 是會覺得這種行為 是會有機會破壞 這個人命和財產的安全 就是叫做行為不檢 likely 或者是有可能 OK 現在這樣就是了 第一個就是嚇參與的人 第二個就是嚇那些想參與的人 第三個就是那些沒有參與的人 都覺得很大件事 分中搞出事 全部會報導 是的 其實說第一個 嚇嚇當場的人都會有 但是也會刺激當場一部份的人 所以其實這個純粹是不刺激的 所以第二、三 才是最重要的 社會的功能 就是說告訴大家 現在香港廠裏發生了大事 有人在搞搞鎮 我們不希望流血 所以我們要祭祀流血 他不知道那個機器在這裏 根本就是第一個流血 就是由那個機器引起了 可能 這個是始終其中一個 第二個就是 我希望大家去到 那天都會去 6月23號 是會去到這個立法會 響應主辦單位 有十幾個主辦單位 就是所謂包圍立法會的行動 那我們的行動的基礎是什麼 就是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 或者直接行動 就是不簡單了 何謂公民抗命就是說 如果警法是用惡法來限制我們示威權 我們有權抗命 或者在立法會裏面 是那個是非顛倒 由於這個壞制度 令到多數人支持的觀念 是在一個分組點票的小院子選舉的團體 是反制民意的時候 我們有權抗命 是嗎 這兩個是 直接行動的意思也很簡單 不是說再間接委託某些人做事 直接用群眾的力量 產生一個效應 就是這麼簡單 我希望大家會去 尤其是如果大家可以告一天假日的 平日 這個是星期三 當然現在我可能不會 在6月23日拿上來 大家留意著那個事態的發展 我也再呼籲大家 是一定要去到那些議員辦事處 民主黨議員辦事處 梁耀忠 那些議員辦事處 表達到大學不滿寫信 發電郵 或者對立法會表達意見都可以 第二個怎麼去做呢 其實很多人搞了其他事情 例如6月22日有一個所謂公制活動 這個公制活動 當然我覺得搞得太草率了 就是說公制一位人士叫吳明陰 吳明陰 這個吳明陰是海人也 話說他是為香港民主流第一滴血的人 就是說他在辦公室被人打 現在當時很崑洞 現在已經不崑洞了 大班被人砍到 媽媽不行 是吧 浩敏和大班都被人趕到絕 當然他變成圖騰 圖騰就是為民主流第一滴血的人 亦都是在1991年的第一屆有直選的立法會選舉裡面 代表港同盟是拿到這個新界西 其實以前是分得很小的 和現在不同的 他是商議席商票制 我忘了他是誰 應該是屯門區的 他後來就因為血癌死了 據我所知 一些學生就說要公制他 提醒民主黨 我覺得其實是 我明白他們想表演什麼 但吳明陰其實不是這樣 很坦白地說 如果吳明陰在生一定是站在現在的主流派 第一他是會點出身的 第二 我記得我1988年的時候 去到屯門示威 他是代表屯門的居民 就反對開放在屯門 某一些工廠大廈裡面 設置的難民禁閉 他是反對開放的 就是說那些人要混在那個工廠裡面的封閉 那個封閉的營房 那些人認同坐牢 我記得當日金浩望神父 就認同他 所以有口角 你看到他是民主黨 就是港同盟 那時候的民促會 那時候叫民促會 這個民促會就是 在將來 1988年的民促會 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 就是日後的支聯會 和港同盟的前身 他在裡面一定是贊成張文剛 贊成蟬重介 現在這樣 所以你記得他是浪費 他真的找錯人 絕對是找錯人 這個真是解讀錯歷史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不認真 大家上網找到他 他寫過幾本書 有一兩本書是關於他 當然剛才長毛的呼籲 大家真的要起鬧 那些起鬧 那些起鬧和起鬧不一樣 另一件事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就是 剛才都輕輕地提過 就是6月17日的電視辯論 基本上是 都會有節目的 大家留意阿華TV 是 麻煩大家如果留意到阿華TV的時候 就發多幾個電郵 和短訊 6月17日 好像應該在車打花園 那裏有一個 支持余若美在朝野辯論的活動 我只想說一句 就是大家每天都檢查一下 阿華TV 寫文年 其他的網站 看看有什麼新的活動 希望大家盡量抽時間 鼓勵自己的朋友抽時間 因為大家要明白 沒有付出是沒有收穫的 大家在五區公投已經付出了 我多謝大家 但是現在顯然是 由於這個泛民的主流派 是抵制這個五區公投 來換取到談判的機會 而談判的結果 也出乎意料這樣 是糟糕的 就是說他們不僅是抵制公投 來換取他們的成果 也都是通過犧牲過 堅持的信念和原則 來拿成果 所以大家要出來制止他們 我再說一次 希望大家勇於出來表達 好像翁老師和吳老師一樣 所以其實這幾個禮拜裏面的一些政局的變化 例如特區班的領導 中央官員 泛民主派 民主黨 甚至是社民聯等等 他們本身在整個局面裏面的互動 甚至會不會某程度上 在一個這麼緊張 更緊張的一個氣氛之下 會不會某些人 因為說錯了一句話 做錯了一個決定 令到整件事 可能會一發不可收拾呢 如果這件事給我不幸嚴重的話 其實很大程度上 去到7月1號 究竟當日發生的事 會不會都給到特區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一個很大的意外驚喜 接下來的分析 大家繼續看RTV節目裏面 其中一個節目就是向左望 我們的節目時間到此 下星期再見 再見